双数题部分,主要就是这几题 不过参考大概就是110,102,104 那这两题,106跟108好像出来的几率比较低 不过因为它的之后,可能会慢慢延伸到其他双数题 所以我目前看到的大概就是102,104,110会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再来,这个是每度电费的计算 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也就是因为现在电价高涨嘛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呢 你可以写一个什么省电APP 教人家怎么省电 那你如果也可以写出这样的APP的话 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想要download的 类似像这样 如何去计算这个每一个电费的计算公式 你就给安培数 使用时间电费按下去之后 底下会有个结果,几块钱 一个月如果安培数多少会花多少电费 然后BMI,这个我想应该各位不陌生嘛 比如说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男女 所以有三个资料 性别,身高,体重 按一下计算BMI 就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显示出他的BMI 并且告诉他,他的这个评语 所以上面会有BMI 下面会有个评语 按一下回上一页 就又回到刚刚这一页 就是可以这样跳来跳去的 那这个部分当然在做网页 有点像做互动式网页 如果各位有开发ASP或PHP的经验 大家就差不多 可是它没那么简单 它是Activity 跳到下一个Activity 下一个Activity呢 再把他的页面打开来 然后但是中间要带三个资料 一个是性别,身高,体重 带到下一个Activity 在下一个Activity去做计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考你懂不懂 第一个Activity的切换 切到下一个Activity 第二个呢,Intense 因为你一个Activity 要切到下一个Activity 这个是下一个Activity 然后呢,你就是要 要能够用Intense 才可以切得过去 那如果说你这个中间要 带三个资料 性别,身高,体重 里面的话就要 还有第三个叫Bundle 所以这里这一题就是考 Activity,Intense 加Bundle 那这个东西的话 在那个试题里面 也会有提示 OK,那这个部分我想 我们后面的话 也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个画廊展示就是 你可以向左向右拨 它里面的图会跟着跑 这我想应该在那个 Android或iPhone上面都有 那点下去呢 会可以 跳出那个图 那这个是手机型 这108 这108 主要是考这个Spinner 这个Spinner点下去的话 颜色要变红色 这个上面怎么可以变红色 我想这个也是考试的重点 然后110 显示密码 这个让你比较简单一点 那再来第二类的话 我刚刚讲过就是 主要会考的比较多 像这一次那个 佛光那边考的比较多 像202 208 210 这几题 资料储存 OK,那这边的话 主要比较难的是210 这个是考到那个Seqlite Seqlite的资料库里面 也真的不容易 Seqlite真的不好理解 不过还好 他这一题不是从 从头到尾要你把source code 打出来 而是他已经帮你打出来大部分 你只要填控上去就可以了 那因为资料库里面涉及到就是 要怎么连接 连接资料库 要怎么样create一个table 然后呢 上面有哪些栏位 fill的你要把它加上去 那其实 这一题我觉得 因为我教了蛮多Seqlite的课程 我觉得这一题很适合 你要了解Seqlite的一个sample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甚至直接在教Seqlite 我直接拿这一题来当成sample 因为这一题来当sample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里面有几个观念 第一个就是新增修改删除 还有查询嘛 这个我想Seqlite的 无论哪一个Seqlite的资料